奥运金牌得主李扬帅气的杀球动作 深植在台湾人的心中 而过去他也公开分享过 自己接受了全新的微创近视镭射 因此也成为德国光学领导品牌的见证大使 如今三个月过去了 李扬出席中华民国眼科医学会也透露 自己术后的事例恢复得非常好 掌声鼓励 眼神专注单手握拍 抓准时机让羽毛球都能精准不落地 奥运金牌国手李扬做完德国 为创近视镭射展现良好势力 近期更是成为见证大使 德国百年光学品牌 吸手奥运金牌国手林扬佩 投入百万元推出运动员公益赞助计划 希望能培育更多的运动新星 我们是很被李扬的这个球不落地 永不放弃这样一个精神 非常的感动 也在那个奥运拿金牌那一刻被他感动 让新世代运动员合作 可以鼓励的更多的运动员 有机会拿起球拍 近视镭射技术日益进步 德国百年光学品牌 在眼科学术年会中展示多款近视镭射仪器 正式宣布近视镭射疗程 进入微创2.0时代 不止单秒镭射只要10秒 还加入了AI导航功能 自动定位三光导航 让准确度三光矫正效果都能更精准 是用红膜的定位的一个方式去把整个眼睛的定位把它抓起来 然后透过整个云端的方式输送到整个手术的设备上面去 所以可以避免整个输入上面的误差 透过与专业医师的评估与精细的数前检查 让微创逐渐成为近视镭射的主流手术 其实不止艺人杨景华及许多网红都亲身实践 健身大使奥运金牌国手李扬也分享术后 三个月后自己日常生活和运动上体验感想 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恢复的非常快 其实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员 因为其实只要三天的恢复期 然后很多人担心肝炎症 其实我身上也是没有发生 以前我有戴过隐形眼镜跟角磨束芯片 其实都会有时候会蛮不舒服的 比如说将角磨束芯片 如果你晚上没戴好的话 其实早上起来会有一点跌影 那其实对我来讲现在都没有这种担心 李扬正式成为德国微创近视镭射 全球超过千万眼治疗的其中一员 也让运动员最重要的灵魂之窗 有了佩戴眼镜隐形眼镜外的新选择 记者傅宜文 陈佑红 台北参谎报道